今天来录一段特别的视频 主要是想跟大家探讨一下 反美人士内心深处的真正想法 这是一个外表反美的播主 他发了一段po文之后 我回应了他这么一段话 这段话其实就是我们常常看到的对等要求嘛 然而这位外表反美的播主 他是怎么回应我的呢 他说不要把美国吹得像天神一样 我那句话有吹美国吗 是他内心深处觉得美国像天神一样 才会认为别人和他有相同的想法 对不对 除了不经意的流露出崇美心态之外 他对中国其实也有和他表面上说法不一样的看法 但也不忘以自己的心态假定一下别人对美国的崇拜 接下来这个就有点过分 感觉是抹黑党员了 我问他 美国一贯反共 为什么党员还要来美国 我这是一句陈述 因为美国反共是不争的事实 然而他的回应说 共产党员来美国是为了打入敌后 不排除有部分党员来美国有一定的目的 但是绝大多数共产党员来美国不是为了颠覆美国的政权 因为我们都知道打入敌后 首先把对方诞成敌人 然后还抱有目的 不然打入敌后不是为了在敌后好好生活 对吧 所以中国共产党员来美国是为了打入敌后的说法 与事实严重不符 而歪曲事实就叫做抹黑 这位反美播主 为什么要抹黑中共党员呢 这位播主在另一段破文上说 德国删帖 播主特别用红线画出了这段贴纸 可能被德国大使馆删除的原因 那么我就以他画的重点提了一个问题 接下来我看到都想笑 首先他不会回答我的问题 然后就开启了自己对自己的模式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因为我什么都没说 可是他自己就开始模拟一个对象去攻击了 如果一个人内心深处没有这一种想法 他是不可能想象别人有相同观念的 这就是典型的自己A对自己的B 自己A就是呈现在公众面前的形象 而自己的B是缠起来的 是思想深处私密的地方 偶尔拿出来玩弄一下 达到自我满足 而我的观念和他的B是完全不一样的 从我和他的这几段对话之中 虽然不能够百分之百判断他真实的自己 至少可以看出他其实对自己也不完全了解 对一个简单的问题不敢正面回答 而是发了疯似的 把自己的B拿出来狠狠的乱怼 难道你们看不出 他是因为脆弱而特别敏感吗 我是Friend 谢谢收看 下次见